谈谈游戏说说照 赶紧跟我报一报 大家好 我是二老 好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就做这个漫长的恶魔城尼卡德鞭脸死二代 这将会是我做这么多恶魔城里面最长的一款恶魔城啊 非常长 好 那么在这个游戏的一开始之前呢 有一个具体的介绍 虽然这个游戏有多国语言的支持 但是没有中文啊 游戏默认的语言的是英语啊 我把它改成了这个日语 因为相对于 这个英语来说呢 我看这个日语日语里面有一些汉字 稍微能看懂一些 这个英文呢 我根本看不懂 然后呢 这边呢 这里写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1781年这个罗马的郊外 然后下面写的就是这个 艾弗阿尼卡德在这个一代里面战胜了这个VV家族五年之后 他受到了这个教皇的招殿 让他去这个法国调查一个什么事件 那么最后一行字的写的就是这个艾弗拉尼卡德 他将会面对他一生以来最可怕的一个恶魔 好 那么这个剧情介绍完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游戏的序章 那么这个关卡的名字叫做这个教会的战斗 然后现在呢 我们目前处在这个罗马的郊外 这种设计的跟这个游戏的一代是一模一样 就是 先打一个序章 然后才正式的进入游戏 那么这个序章的关卡呢 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 现在我们这个主角他拿了这个武器的 是叫做李卡德之剑 那么这把剑呢 他的攻击力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里的小怪都是基本上就是切菜一样 他主要是为了让这个玩家的先熟悉一下这些基本的操作 那么这里呢 会遇到这个死神 而这个死神呢 不知道为什么再出现在这个罗马这里 好 这里这个死神会跟这个李卡德说话 他说这个欢迎这个李卡德这么强大的一个战士来到这一片死亡之地 然后他说他知道了这个李卡德在五年前得到了这个VV加毒的这个力量 但是呢 这一次你想取得胜利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所以呢 像你这么强的将士 拿什么好将呢 所以这里呢 这个死神呢 会把这个李卡德的这个将呢 会收走 然后他说呢 你的武器呢 会在这个法国等你 所以呢 你想拿的话呢 就要去这个法国去拿 也就是说他会收走了我们这个李卡德之将 到时候我们到了法国之后才能取回自己的这个武器 而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这个熟悉恶魔城的同学都知道 这个地方是向这个恶魔城月下致敬的 有点点 基本上跟月下一开始这个阿鲁卡多被死神收走装备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可以卡一个bug 然后呢 把这个李卡德之剑保留过去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严重怀疑这个作者的他是故意留这么一个bug的 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个月下的他有这个bug是吧 所以这个作者我是怀疑他是故意留的一个bug 好 那么这里的这两个实相呢 就是教你用这个李卡德本身的两个魔法 一个是圣魔法 一个是按摩法 那么等一下我再说这个魔法 这里呢 打一个boss 这个boss呢 是美杜莎的一个实相 那么这实相呢 可以用这个一级的圣魔法来打他 那么基本上两三次就可以把它干死 刚刚呢 我是呃 出现了一个暴击 所以呢 我才这么顺利的两轮就打掉了 其实在这里呢 我是不停的重复的录了很多遍 才呃 打出了这个暴击的 这样的话才能两轮 那么接下来以后有一个剧情 那么在这里写的就是在罗马的这些恶魔被这个李卡德 清理掉之后啊 这个李卡德启程去这个法国 然后这边呢 写了一个什么宫国 那么这个国家呢 他受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威胁 就是这个天气异常 然后呢 这些怪物呢 不断的出现 这里的人民的生活在这个随身活着之中 在这个旅途的某一天晚上 突然将有一个少女的一个幻影出现在这个李卡德面前 他向这个李卡德求救 但是过了一会儿之后 这个少女的这个幻影就消失了 那么他跟这个事件是有关的吗 那么在几天之后 这个李卡德已经来到了这个什么宫国 现在这个地图上显示着就是这个宫国的地图 那么这个宫国呢 它是由三个伯爵领地组成的 那么这三个名字呢 在地图上 下方的三个名字就是他的名字 最上方的就是这个宫国的名字 那么这个宫国跟这个法国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不清楚了 也许这个宫国在这个法国的境内吧 我估计这个宫国在这个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这个游戏的作者呢 他就是一个法国人 所以呢 他肯定是参考了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东西的 好 那么这里的还有一段剧情 这个写的就是李卡德他来到了某个伯爵的领地 那么这个领地是处在这三个领地最中央的这一个领地 那么这个游戏呢 就从这个领地开始 那么一开始呢 我们会出现在这个领地的某一个村庄里面 那么这三个领地每一个领地都有一个村庄 那么从这个游戏一开始呢 我们先到这个村庄的右边 这里的下方呢 有50块钱 这个钱呢一定要拿 因为等一下了 我们要买这个装备 没有这个钱呢 是不行的 但是这个怪物也会掉这个钱 但是游戏一开始的这些怪物掉的钱是非常少的 基本上只会掉这个5块跟这个10块 这个骷髅呢 有可能掉50块 但是这个几率非常小 如果你想买一些高级的这个装备的话呢 你可以刷这个骷髅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需要的 因为这个游戏 不需要这么快去买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呢 我们可以到这个后期来买 因为目前来说 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些作用 好 那么这边的进入了一个小房子 那么这个小房子是进来干嘛的 来这里是拿一个升级圣魔法的一个道具 那么这个道具的在这里的右边 那么这个游戏的基本上的这些操作跟一代是几乎差不多 但是呢 他取消掉了这个一代的这个 富气这个必杀技 然后加入了一个魔法系统 那么这个魔法呢 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这个圣魔法跟这个按魔法 虽然说玩过这个游戏的同学都知道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得 介绍一下 因为有一些同学可能是没玩过的 只是想看看视频 自己不想玩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上方 那里有一个1的一个框框 还有一个2的框框 那么这个就是圣魔法 他总共有5级 现在我们升到这个2级 然后呢 还可以切换到这个按摩法 这个按摩法也是有5级 那么这个圣魔法呢 他是攻击型的魔法 然后这个按摩法呢 他是辅助型的 比如说加攻击 恢复这个状态 或者说了加一个护盾之类的 或者回血啊 这些都是他的 这个效果 那么先介绍一下这个圣魔法 圣魔法的一级的前面已经演示过 就是发出像一把剑的一个剑气 那么这个圣魔法的攻击力呢 大概就是这个普通的物理攻击的4倍 然后这个二级的这个圣魔法呢 他是这个普通攻击的2倍 那么这个二级的圣魔法基本上在这个游戏里面没有什么用 虽然这个二级圣魔法他是一个远程 但是实在是 没什么用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原路返回 来到这个村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攻略这个村庄的左边 好 那么我们第一次返回这个村庄的时候 我们可以路过这个武器店买一把这个武器 那么这个武器呢 是120块钱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铠甲80块钱 但是这个钱不够 这个钱呢 只能够买一把这个武器 除非说你在这个路上呢 不停的刷这个钱 你可以买到这个铠甲 我觉得是不需要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攻略这个左边 那么这个铠甲呢 可以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再 去买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怪打我们也不多 好 这里呢 用这个二级的这个圣魔法呢 点阳这个女神的这个上的这个杯子 那么点阳之后呢 他就可以让我们到了这边 这里有一个湖 那么这个湖呢 现在我们过不去 在这个湖底下方呢 有一些钱 这里有50块钱 这里的左边呢 还有100块钱 但是 现在如果再去拿的话 就有点危险了 因为在这个水下面呢 是不停的扣血的 所以呢 我只能拿到这个50块钱 拿这个50块钱呢 假如说你觉得不安全的话 你可以 现在回这个村庄买这个铠甲 但是这边呢 我没有去买 由于呢 我一开始 想法就是 先去买一个铠甲 但是我后来 临时决定不买了 因为我觉得 不需要了 因为这个 血量是绝对够过这个地方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黑暗森林 那么这个森林呢 只是一个小区域啊 这里打一个boss 可以拿到一个滑场的一个技能 好 那么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巢穴 那么这个巢穴的就有点像一带的那个最终boss那个巢穴 然后这里跳下来之后 这里的左边有一个隐藏的房间 这里我没有进去 因为进去 也不能把这个隐藏房间里面的那个东西拿完 所以呢 我在下一期 再回来的时候再拿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吃到了一个加薪最大值的一个道具 然后这里砍一下 把这个巨石放下去 那么刚刚这个巨石破坏掉的那个石头呢 就是我们前面来的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是回去的 现在不用回去 现在我们还要继续攻略这个黑暗森林的 那么上来这里之后了 我们先到这个右方 右方呢 这里有一个加血最大值的一个道具 那么这里有一些 这个浮空平台 我们要跳一下 这个浮空平台的 千万要小心 因为掉下去的话 这个水呢 是要扣血的 然后呢 这个水下面呢 有一些鱼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重新再跳一遍 所以这里我肯定不能让自己掉下去 但是回去的时候就无所谓 好 拿完这个加血最大值的道具之后 我们到这个左边 那么这个左边呢 有一个boss 那么在之前呢 我已经拿到了一个负气 就是这个石架 这里打死了这个怪物了 掉出了一个绿色的一个球 那么这个球是干嘛的 那球呢 是加强 这个主角的攻击力 但是加强多少呢 由于这个数值不要低 看不出来 应该是10%左右 那么这个球他的这个效果呢 其实是跟这个里卡的他的按摩法的一级是一模一样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个按摩法一级来 达到增加攻击力这个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呢 感觉上并不高 而且还要费30个星 另外呢 就是这个效果呢 如果一旦被打的话 他就会消失 所以这个魔法要在这个特定的地方用 要不然呢 非常的不值 然后这边呢 进入了这个黑暗心灵的这个boss上 那么这个boss是一棵树 然后呢 他一上来的时候会召唤一些僵尸 那么把这些僵尸干掉之后 就可以打这个树的这个本体 那么这个树的本体呢 我们用这个 一级的圣魔法 四轮就可以把他带走 那么这个树打他的这个主体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这个普通攻击 因为 这个树呢 他只要攻击他4次的话 他就会下一轮的攻击 所以呢 最好是用这个 一级圣魔法 就是刚好一轮带走 好 那么这里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滑场这个技能 那么拿到这个技能之后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黑暗森林了 这个游戏解说到这里 我还没介绍这个存档的房间 那么这个存档的房间呢 有一个女神像 除了存档之外呢 也可以补血 跟我们玩的这个月下城是一样的 好 这里呢 拿到了一个升级按摩法的一个球 那么顺便呢 这里下方呢 又有一个武器 这个武器呢 在这个村庄可以买得到 但是村庄那个武器呢 千万不要买 因为这里可以拿得到 所以没必要去买那个武器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节省一些钱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原路返回 去这个村庄 好 那么在葵村庄的这个路上 由于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在这里先介绍一下这个游戏者 这个郊外这个系统 这个游戏呢 他有点模仿这个恶魔城2的这个意思啊 他有这个怎么说 上午下午还有这个晚上三个时间 比这个恶魔城2的多了一个时间段 而且呢 跟恶魔城2一样 每一个时间段都配一个bgm 就是有三首bgm 但是某一些区域的是没有三种时间段的 比如说这个黑暗森林 或者说是这个房子里面 还有这个洞穴里面 他都是没有这种 三种时间段的 好 那么这里的这个音乐呢 呃 是一首很经典的恶魔城音乐 他是这个gb上的恶魔城 呃 这个一代的第一关的这个音乐 非常好听 那么这首音乐是这个 李卡的二代里面最好听的一首啊 当然是我个人认为了 然后呢 这个李卡的二里面的这些音乐的基本上我觉得做的不是非常好 这个对比一代就没那么好 可能是因为这里虽然有很多的这个改编的音乐 但是 他还有很多的原创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到这口琴 这里是干嘛的 这里拿到了一个底子和银底子 那么拿着这个银底子呢 我们再去这个湖边呢 就会出现一个百度人 那么这个百度人呢 不用说了啊 这个恶魔城2里面 首次出现这个百度人 然后刚刚我们 在回村庄的时候 我顺便买了一个 这个铠甲 那么这个铠甲呢 是之前80块钱的一个 好 这里呢 吹响了这个银底子 然后这个湖边呢 就会出现这个百度人 然后这个百度人呢 会把你送到这个对岸 那么送到对岸呢 等一下我们要进入一个洞穴 其实刚刚买了那个铠甲呢 是 他的生命周期是非常短的 因为等一下在这个洞穴里面 还可以拿到一个灰甲 所以啊 因为你想呢 在节省这80块钱的话 你可以不用买 而这里可以看到有一条不一样的绳子 这个绳子的是一条藤蔓 那么这个呢 现在我们还不能攀爬 刚刚那个地方爬上去的话 可以拿到200块钱 在这个游戏的中期 你可以回来拿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这个游戏中期的这些怪物都会掉这个50100的 为了拿着200块钱走那么远的这个路了 可能我觉得有点亏了 好 那么这里呢 先到这个小地方 那个地方呢 有很多的怪物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深处呢 有我刚刚说的那个铠甲 这个手呢 是有点猥琐的 因为这个手呢 他不会正面的跟一缸 他会在你的菊花或者你的头顶那里摸你 如果在下面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斜下攻击 这个斜下攻击呢 就相当于这个月下里面 这个阿鲁卡多往斜下打这个意思吧 虽然我知道这个斜下攻击是怎么来的 但是我还是感觉到这款恶魔城有很多月下的影子 好 那么这边呢 拿了这个铠甲之后 我们就可以离开 然后呢 从这里右边下去 不要去左边 这里下去之后 这里有个存档点 先不用补血 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再补吧 然后这里呢 可以拿到一个道具 那么这个项链呢 可以提高 这个游戏里面某一种异常状态的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中这种状态的这个几率会降低50%吧 应该是 然后呢 这个状态的应该是不能发这个负气 顺便在这里的说一下这个游戏的他有很多种这种异常状态 非常多 这个状态的怎么说呢 感觉有点恶心 特别是这个受伤三倍的这个伤害 或者说这个攻击力讲半这种异常状态 这两种状态是这个游戏里面非常恶心的两种状态 还有这个中毒啊 这个中毒也是非常恶心的 好 那么刚刚呢 打掉了三个齿轮 只是一个小boss 然后这里拿到400块钱 这里呢 有三条路 上面中间下方 中间这里是走不了 现在我们先爬到这个上方去打boss 我是推荐先来这个上方打boss 如果你先走下方的话 你可能这个血就不够来打这个boss 你打完那个boss的话呢 还有一个血可以补一下 好 那么这个boss呢 直接就跟他干就可以了 一顿杆就可以杆死了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顺便吐槽一下这个游戏的这个boss的都很弱 而且大部分的boss都可以直接上去就跟他拼 而且呢 你都能拼得死他 这样的话呢 这款 尼卡德2的这个boss战的都是比较简单的 反倒是没有这个怪物 难打 然后这个怪物的话呢 还没有这些机关恶心 所以这个游戏最恶心的就是机关 然后呢 就是这个怪物 我估计我说这句话 大部分玩过这个游戏的人都会同意的啊 好 那么打完这个boss之后 我们再来这个下方 那么这个下方这个怪物了 千万不要被他碰到 碰到的话呢 就会中这个 不能发负气这种状态 那么 呃 这里可以看到打完boss跟这个下方的都有一个齿轮 打到这两个齿轮之后了 那么中间这条路就会开了 那么呃 中间那个房间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他其实有一个钥匙 那么这个钥匙呢 就是进入 呃 这个领地这个伯爵 他的这个城堡里面的这个 大门的这个钥匙 那么拿到这个钥匙之后 我们就要去找这个领地的这个伯爵 他的这个城堡在哪里呢 这个城堡呢 在我们游戏一开始 这个村庄右边啊 那个小房子 呃 在右边那个地方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要走一段很长的这个路 那么现在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原路返回啊 非常长的一段路 所以呢 这边我又可以扯一扯他 由于前面这个流程的是比较紧的 所以我没有什么空余时间说一下我这个 呃 整个流程的这个基本的想法 那么这一套流程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一周末的流程 然后呢 就是 就是本来的我是不想做这个收集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游戏 不做收集的话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 先做一个收集 但是不是全收集 我只会收集这个道具道具 我肯定是会收集 还有这个礼物 呃 地图还有这个怪物图件 我不会全部收了 由于这个是我录到了这个游戏的后面 我才决定 全收集这个道具的 所以呢 这前面有一些地方 我没收集到的一些 道具的 我会在这个游戏后面 再回来拿的 比如说这个商店里面的这些道具啊 我不可能在这里刷钱去为了收集他 肯定是在游戏后期啊 游戏后期的钱呢 多了用 用不完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再回来买这些东西的话呢 还就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啊 不用在这里刷这些 因为这些 怪物的这钱都是很少的 游戏后面这些怪物随便掉一个就100200这种 另外就是本流程结束了之后 我还有一个 怎么说了 一个速通流程 那么这个速通流程了 我会 做两个视频 一个是一周末 一个是二周末 那么有什么区别的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那么是一个邪道流程 那么这个邪道了 之前呢 我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游戏有很多出城方法 那么到时候啊 我会专门做一个视频 介绍我发现的这些出城的 这个方法 还有一些地点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万能的出城法 在这个游戏任何地方都能出城 所以呢 我不会介绍很多出城的点 我只会介绍一些 比较好玩的地方 由于这个游戏很多出城点了 我没有全部研究清楚 所以的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的可以去 去出一下城啊 看看除了我发现的那些有趣的地方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小房子 那么从这里滑场过去 就到了一个 传送门 那么这个传送门呢 现在我们 是没有什么用的 游戏后面会有用 好 这里来到了一个新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等一下 过了这道桥就可以降到这个领地的伯爵他的城堡了 那么在这个桥上呢 有一段的这个剧情 这个剧情呢 没有任何人对话 然后这里呢 会出现几个球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是这个伯爵发出来的 这个不是死神 听着这个声音有点像这个死神 但是并不是 应该是这个伯爵 因为他这个球呢 跟这个伯爵的招数是一样的 好 这里这个水下方呢 有一瓶药 那么这瓶药呢 可以拿一下 其实之前在前面那个洞穴里面也有一瓶药 我没有拿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拿 由于这个游戏的前期呢 只能拿一瓶药 所以的 不需要拿那么多药了 只能拿一瓶 如果在后期想多拿几瓶的话呢 要买这个背包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进入了这个伯爵的这个城堡 那么这里呢 可以看到一个雕像 那个雕像是一个铝的 那个雕像可以进去的话呢 就会打这个伯爵他夫人 现在呢 还打不了他 现在攻击力不够 打掉他的话呢 可以拿到一个加攻击力的一个戒指吧 应该是 加10点攻击力 现在呢 打不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先爬到这个城堡的上方 这里先拿一个道具 好 那么这边呢 有一些 服务平台 这里服务平台呢 是非常恶心的 很容易就是你跳不上去 然后呢 又掉下去 又要重新跳 非常恶心 然后这里有一些 这个鼓柱 那么这个鼓柱呢 可以直接滑场过去 它是不会打你的道的 好 那么这边来到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 有一个地方 让你输入一个密码 那么这个密码呢 是3612 那么这个密码呢 是 前面有一些提示的 这个提示里面有一些粮份 这个粮份呢 是两个粮份加起来 得到这个3612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鬼了 我就不知道 好像是 那座桥 建造的时间 还有还有什么时间加起来的吧 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这些书柜啊 这个书柜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书柜 它就有一些提示 这个提示了 它是会提示你怎么解开这个谜题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要吐槽一下这个游戏的这个谜题啊 这个游戏很多谜题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不爽呀 我反正我很不喜欢这个恶魔城里面加入这种谜题 我觉得你还不如去让我玩激进里 好 那么这里呢 就是 进入了这个boss上 那么这个boss呢 他的招数非常像这个德库拉 但是他不是德库拉 那么这个boss呢 他会随机在四个地方出现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有四个平台 那么是四个平台的 都是他随机出现的这个四个地方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去砍他 那么这边呢 我这个运气 可以算是比较好的这一次 他每一次都出现在最左边这里 本来呢 我是可以两轮干掉他的 但是我一上去的时候没砍到 然后呢 我这个加攻击这个状态又被他打掉了 所以就没有两轮打掉他 好 那么打死这个伯爵了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阿邓跳的这个能力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不需要离开这个城堡 因为这个城堡的这个地底下呢 有一些墙 我们可以去捡一墙 那么这个走路呢 可以用这个滑场 那么这也是一个不好好走路系列 肯定不可能好好走路的 因为这个滑场比正常走路要快很多 在游戏后期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冲刺 好 那么这里呢 出现一个幽灵 那么这个幽灵是蓝色的 如果被他碰到的话 就会中一种 呃 这个攻击力讲半的这种状态 这个有点讨厌 这个状态也是我非常讨厌的一种状态 这里讲到100块钱 那么这里呢 先不要急着过去 这里会出现这个暴局松气 好 我们跟着这个暴局松气滑场过去 那么在这里呢 会拿到500块钱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 在这前面呢 可以看到我拿到了很多这种小瓶子 那么这些小瓶子呢 都是解除这些异常状态的这个道具 每一种异常状态 你想解除的话呢 都需要吃相应的这个瓶子 在游戏的后期呢 有一种万能的 就是这个清水 他可以解开任何异常的这种状态 好 那么这个地底下的这个东西都拿完了 然后这个城堡 基本上都收了一遍 那么这个伯爵复原呢 我们会在这个游戏的后面会回来打他的 好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